王伯党一走上楼来啊,这秦琼趴到桌子上了,跟在王伯党身后的就这跑堂的,跑堂的上来一瞧,呀,看起来,这二祖宗还是不如三爷,三爷一露面,他吓趴下了,跑堂的跟上来之后,王伯党,谢英灯,李密三个人,就在秦琼对锅,不远一张桌子这儿坐下, 王伯党把跑堂的叫过来了,给我们上菜,因为王伯党在包这楼的时候,早已经把这菜订好了,一桌上等酒席,跑堂的答应了一声,马上转身就下去了,跑堂的下去之后,王伯党坐在这儿,瞅了瞅对过趴到桌子上那秦琼,王伯党这气就不打一出来,心想,你既然敢自称什么, 是二祖宗,你就应该等着我上来,咱们见个面,得过过话啊,啊,怎么我们一上来,你趴那儿的,喝醉了,刚才还冲二祖宗呢,这么一转眼功夫你就醉了,这叫庄蒜, 王伯党看了一眼,又瞧了瞧李密,用这个眼神,往对过桌子上一领,那意思说,你看,那位趴下了,李密呢,那毕竟是朝廷的命官,那是文武全才的人, 李密,冲着王伯党一笑,咱们哪,吃咱们的,喝咱们的,嗯,是啊,咱们到这儿来,就是为了吃吃喝喝吗,你说原来,我想把这楼包拢,为的是咱们弟兄说起话来吧,方便, 嘿,万万没有想到,哎呀,这楼上还有一位,你说这个跑堂的,他也废物,这点事他也给我办不明白,说话之间,这菜就开始往上走了,一会儿的功夫,这一桌酒席,上齐了,跑堂的,给这三位把酒都倒上,嘿,您三位,您慢慢喝的,慢慢喝的,跑堂的,往那边也瞅了瞅心穷,看了看王伯党, 那意思,您瞧瞧,这位他吓趴去了,他也不动他了,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,王伯党心想,我们在这儿喝了酒,有这么一个外人在这儿坐着,说也不得说,唠也不得唠,这心里多别扭啊,王伯党心想,我得想法把他骑走,我得见见那儿祖宗,王伯党就跟谢盈登说了,哎,我这兄弟,你说,这林子大鸟多, 水深鱼多呀,咱这个山西路州天堂县,爱说地方不大啊,怎么这些个怪鸟,怪鱼,也出到这儿呢,哎,这就开始念山音了,秦琼在这儿趴着还不动,这儿跑堂的都不下楼了, 一抱江,邪倚着门框,站那儿瞅着这两边,跑堂的心想,这热闹,我得看,王三爷,这叫撇砖撂瓦,撒土杨昏,开始往外说词呢, 对过那冲二祖宗的小子,你要是不爱听,站起来一回答,这不撒你一个,非得打你个泰山不屑土不可, 把你打完了之后,我在旁边瞅着,我出气,等把你揍个胳膊舌腿断,我掺着你,找大夫看病去, 这跑堂的心里就这么想的,王伯党在这儿就说,卸银灯呢,就点头,可不是吗,可不是吗, 王伯党说,你说,刚才,咱们哥三个要上这儿来,这楼上有个冲二祖宗的, 现在咱们上来了,这二祖宗怎么也不说话了呢,啊, 心灯心想,哎呀,心想不挡啊,咱们哥三个凑的一块儿啊, 在这儿吃点麻,喝点麻,谈谈唠唠,咱们别惹嫌弃, 你说在这儿真打起来的话,是啊,咱们倒不能吃亏, 但是犯不上,那个人呢还不定怎么回事呢, 兴许是这跑堂的两边穿闲话, 恨不能的咱们把他给揍下去,所以谢盈灯呢, 不接茬,哎呀,可不是吧,可不是吧, 王伯党说,哎,对锅那桌上, 那位朋友,请到这儿不来吃啊, 这王伯党干脆名点了,让秦琼过来, 上这桌来吃,秦琼趴那儿还不动, 跑堂的心想,哎,这玩看了还是王三爷有威风啊, 啊,指名道姓点脑门子上了, 哎呀,他不动了,这就叫耍无赖,耍赖皮, 他就趴那桌子上,哼,我看怎么办, 王伯党经又说了,哎, 我说,对锅庄那位朋友, 你不自称是二祖宗吗, 怎么现在这二祖宗连头都不敢抬呢, 秦琼还在那儿趴着不动, 李密冲着王伯党一白手, 哎,不当,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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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来,咱们喝酒,啊,咱们喝酒, 哎,咱们别提别的,不, 王伯党说今天我就非要提这个事不可, 我得弄明白,到底他说没说这句话, 如果他要没说这句话, 就是跑堂的凭空捏造, 要是他凭空捏造, 我就跟着跑堂的没完, 如果是他说了这句话, 我就得问问他, 他的二祖宗是从哪来的, 李密冲,哎呀,这个事情, 你特别那么较真儿干什么呀, 你不是请我来吃饭吗, 咱先把这个事弄出头来, 然后咱们再吃, 说到这儿王伯党站起来了, 王伯党站起来几步, 就走到秦琼这桌子跟前, 跑堂的一瞧, 快了,这就快了, 上桌子跟前去了, 一会儿就周桌, 周桌就打起来了, 跑堂的瞅着, 王伯党来到秦琼这桌子跟前, 用手一拍这桌面, 哎, 这朋友, 你怎么的啦, 喝多了喝醉了, 人是不醒了, 抬起头来, 我看看你这张脸什么样, 秦琼啪那还不动, 嘿, 跑堂的一看, 我可真没看见过这样耍赖皮的啊, 他就不动了, 我看怎么办, 王伯党一看他不动啊, 这王伯党绕到秦琼的旁边, 望着一蹲, 他由打底下望上看, 看秦琼这脸, 你不是不抬头吗, 我瞧瞧你什么模样, 王伯党蹲起来, 扭向灰头望上一看, 这点秦琼啊, 可就在那趴不住了, 秦琼只好手扶捉弹, 把头一抬, 你不用看了, 我就是这个模样, 王伯党定睛一球, 秦琼秦叔宝, 两人目光一碰, 当时王伯党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, 哎哟, 这不是秦哥哥吗, 哭通, 跪地下了, 他们在旁边一看, 呀, 看来三爷还是不如二祖宗, 这王伯党望了一跪, 秦琼身手相掺, 旁边, 现影灯和李密, 两人同时都弄了, 哎, 这怎么回事啊, 刚才叫劲叫得那么大, 拱拉得那么远, 怎么这一见面还给人家跪去了, 王伯党说, 秦哥哥, 您怎么来了, 大哥, 您什么时候来的, 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, 哎, 我跟你打招呼干什么呀, 我也不知道你在这儿啊, 哎哟, 大哥, 你都把我想死了, 这怎么回事儿呢, 这王伯党跟秦琼啊, 俩人认识, 咱们认识的, 这得从王伯党当了武状元之后, 辞官不作说起, 因为王伯党看出来大随朝, 特别腐败, 王伯党不愿意做随朝的官, 虽然当武状元了, 辞官不作, 辞官不作回到山西路州天堂县, 王伯党的老家呢, 可不是路州天堂县的, 但是因为王伯党跟善同善雄信是好朋友, 投奔善雄信来了, 王伯党来到善雄信这儿, 就跟善雄信说了, 说善二哥, 我想跟您在一块儿干, 王伯党可知道善雄信是干什么的, 善雄信是干什么的, 善雄信, 那是陆林道里边的总瓢巴子, 黑道上的头, 您看那苏魁也不知道, 说他做着好多买卖, 做买卖那是掩护, 真正的大买卖, 就是善雄信掌管着全中国各州各府各县, 这陆林道的情况, 他是总头, 王伯党想要入火, 跟善雄信一说这句话, 善雄信就跟王伯党说了, 说伯党啊, 您要想入火, 我一句话, 你可就进来了, 但是咱这里边有这里边的规矩, 你要进这里边来, 黑不说白不说, 你要当一个普通的喽啰, 我对不住你, 要让你当一个头像点样的话, 别人不服你, 为什么呢, 咱这里边有这么个规矩, 要想入火当头得办出点漂亮事来, 王伯党说我能办呢,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, 善通说我给你出个主意, 我告诉你, 山东济南府, 有个姓秦的叫秦琼秦书宝, 人称马踏黄河两岸, 减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丹八县, 盖山东半边天, 为什么得这个外号, 知道吗, 就是因为这个人是三班总一马块头, 是我们陆林道的敌人, 在他手底下, 被他打翻了的, 抓起来的, 犯了案的, 我们的弟兄, 不知有多少了, 你如果想要漂漂亮亮的进来当个头, 兄弟, 你上山东来一趟, 你把秦琼秦书宝那脑袋砍下来, 滴了到我这来, 我就让你当我的副手, 王国党一听, 不就是秦琼的脑袋吗, 好嘞, 这王勇, 王国党当时就答应, 带好了一口单刀, 盘缠银梁, 骑着一匹快马, 这匹马, 是王上赏赐给他的, 他当了武状行之后, 隋文帝赐给他一匹马, 凄凉进口来的, 就是玉顶甘草黄, 就是现在秦琼骑的这匹马, 黄标马, 王国党骑着这匹宝马, 就到了山东了, 到了山东, 济南府立成县, 找了个电房就住下了, 住下之后, 王国党, 把这马操统的位好了, 跟这个电房里边, 电小二就打听, 说你们这个地方, 有个叫秦琼秦书宝的吗? 这电小二说, 哎呦, 秦琼那没有, 不知道的, 山东济南府提起秦琼来, 四城门烂颤哪, 那是名人哪, 哦, 这秦琼秦书宝, 在什么地方住啊? 在太平街专珠像, 哦, 王国党打听明白了, 白天就到了太平街专珠像, 瞧了瞧, 秦琼他这个宅院的前门, 又打听了一下有没有后门, 说还有后门, 为什么看这个? 王国党打算夜间行刺, 得把自己的进路退路都找好了, 说王国党就都打听明白了, 前后门进退路看清楚之后, 王国党就回到自己的店房, 戏合计, 怎么刺杀秦琼, 得打听准喽, 秦琼得在家里, 要在家里最好是半夜三更等, 睡熟之后, 因为他要醒着, 我要下手, 听说秦琼手底下明白, 武艺高强, 我不知道他高低, 会给我带来麻烦, 他要睡着了呢, 潜入室内, 一刀把脑袋砍起来, 我就滴了走了, 最头一天晚上, 王国党没得下手, 头一天晚上没得下手, 他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, 王国党起不来了, 为什么呀, 病了, 感情内置山东济南府历城县, 正流行一种瘟疫病, 那个瘟疫病叫什么名, 是02号03号, 这咱都不知道, 这是现代的名称, 反正当时是有这么一种瘟疫病, 很厉害, 得上这个病, 就治不好, 王国党也不知道怎么着, 这一路上可能跑得太急了, 这病让他得上, 第二天起来动不了了, 浑身难受, 又恶心又吐, 掌柜的光一瞧, 说你这怎么的了, 王国党说我动不了了, 你给我找大夫看定, 掌柜的马上找大夫, 大夫到这来一号卖, 大夫说这个, 就是现在流行的这种病, 这个, 抓药吧, 照着半个月治吧, 掌柜的听, 好吧, 大夫给抓了一副药, 掌柜的给他煎熬好喽, 让王国党喝喽, 不见好转, 这掌柜的心想, 你是外来这么一个店前, 病到我这店里头了, 这东西要治半个月, 得多少副药, 得多少钱呐, 我干嘛拿着钱给你搭呀, 你是干什么的, 我也不知道啊, 所以这个掌柜的就不找大夫了, 这一不找大夫, 王国党这个病, 可就越来越重了, 七天的时候, 王国党人是不懂了, 躺在这床上, 烟烟一息, 就生一口气了, 电小二在旁边跟掌柜的就商量, 说这怎么办, 掌柜的说你说怎么办, 电小二说这个, 他要死到咱这店里, 咱得给他发伤出便, 还得买棺材呀, 另外死到店里边, 还得给官府里禀报呢, 是啊, 禀报之后, 官府还得罚咱们款, 罚咱们款, 咱们还得给他发伤出便, 咱们算倒了血霉了, 掌柜的说, 小子, 咱这样吧, 今儿晚上, 咱找俩伙去, 拿着铁销拿着狗, 弄一顶撸席, 把他卷步起来捆三刀药, 拿扁担台长, 咱把他弄到郊外, 就埋了得了, 怎么样, 哎, 掌柜的说, 我可告诉你们, 咱把他埋了是埋了, 你们谁也不许给我走漏风生, 要走漏风生, 我可把你们都打发走漏, 这您放心, 我们是您的人, 好吗, 于是当天晚上, 掌柜的就找了两个伙计, 扛着铁锹拿着狗, 弄一顶撸席, 把王伯党就给卷起来了, 这只王伯党什么都不明白了, 就剩了一丝呼吸了, 草绳子捆了三道药, 用绳子兜起来, 拿一扁担一穿, 这两个伙计, 抬着这王伯党, 这店小二跟掌柜的, 一起就出了店房, 打了一灯喽, 二更多天, 不到三更天, 出了济南府, 来到荒郊野外, 大路旁边找了一个烂葬岗子, 到那个地方, 这就刨坑, 接着坑, 从这个坑啊, 都刨完了, 掌柜的一劲告诉他们, 这坑啊, 我告诉你, 能盖上就行, 别刨太深, 刨太深呢, 用不着费那劲, 坑刨完了之后了, 正这哥们远处, 来了一盏灯笼, 谁呀, 秦琼, 秦琼是夜晚到外边办案, 办案回来, 打着灯笼点路过, 一看烂葬岗子, 那有一帮人在这半夜刨坑, 秦琼就站在那里问了一句, 那谁呀, 掌柜的走过来一瞧, 哎呦, 一看秦爷, 秦爷是我, 秦琼认得这掌柜的, 秦琼是深情半夜, 你们来干嘛来, 秦爷, 您高抬贵手, 给开个面吧, 实不相瞒跟你说, 有一店铁死到我们这店里了, 死到店里之后啊, 我们现在就这样把它偷偷的就埋了就得了, 要不然关面知道还得罚我们钱, 我们还得给他挣酒出殡买关在, 你说我这个店哪堂住这么折腾啊, 秦琼这个人是狠讲面子的, 一听掌柜的, 哦, 死了一个, 偷着埋了, 秦琼说这个人, 哪的人, 你店部上都有嘛, 哎呦, 这个人呢就, 就孤零零一个人, 没父没母, 没爹没妈, 没弟兄, 没姊妹, 这掌柜的瞎编胡说, 秦琼一听, 那好吧, 既然这样你们就埋了吧, 还有气没有, 秦琼问了一句, 这店小爱说, 没气了, 没气了, 秦琼转身刚要走, 就听那个卢西桶里边哼了一声, 嗯, 因为王国党那时候还有点气, 这一哼, 秦琼转身就回来了, 秦琼怎么回事, 我听这席里边这人怎么还哼一声啊, 展顾的当事的下白了, 孤灯给秦琼跪下, 哎, 我说秦也, 他不是, 他还有点气, 啊, 秦琼转身有点气, 你们就活埋人呐, 啊, 这还得了了吧, 跟我台会见, 台会店里来了, 台会店里来之后, 把这个卢西桶打开, 秦琼一看, 秦琼转身, 哎呀, 掌柜的, 这你可不对啊, 这是我亲戚, 我表弟, 哎呦, 掌柜的差点没下拉了, 掌柜的听, 哎呦, 我是亲戚, 我可不知道是您表弟, 他, 那好, 您放心, 我想办法, 我请人给他治病, 打这开始掌柜的认真啊, 花钱啊, 治病啊, 请大夫给吃药, 半个多月, 王部长病好了, 病好了之后, 王部长就问掌柜的, 说得感谢你救命之恩啊, 你把病给我治好了, 掌柜的说, 您别谢我, 得谢秦爷, 哪个秦爷, 秦琼秦叔宝, 是他让我们给您治病, 他不是您表兄吗, 王部长一听哪个哪啊, 我哪有这么个表兄啊, 我是来杀他来的啊, 这一天秦琼来了, 秦琼一看王部长病好了, 问掌柜的花了多少钱, 秦琼掏出钱来给了掌柜的, 然后把王部长请到自己的家中, 带入了上宾, 秦琼就问王部长, 说你从哪来, 王部长说我从山西路州来, 秦琼说你到山东来干什么, 王部长说我, 王部长没好说呀, 王部长心想我到山东来干什么, 我想砍你脑袋, 但是现在人家救我一条命, 我还能说砍人脑袋吗, 王部长只好说, 我到这来访亲未遇, 哦, 秦琼说既然如此, 那就在我这住着吧, 王部长于是跟秦琼就在一起住着, 谈文论武, 哥俩两个狠谈得来, 日子长了也熟了, 这王部长这天就跟秦琼说了实话了, 秦的哥, 我跟你说句实话, 您知道我在这干什么来了吗, 秦琼说你干什么来了, 我到这要你脑袋来了, 嗯, 秦琼说我们两个有仇有恨吗, 王部长说咱们无仇无怨, 王部长就把自己跟善通善凶信, 怎么认识这个事情, 从头至尾一说, 秦琼就笑了, 兄弟, 如果说我这个脑袋这么值钱的话, 你把我的脑袋要砍下来送给善通, 你就能够入火, 能当头, 那你就砍吧, 我把这脑袋就给你, 王部长一听, 秦的哥, 我如果那么做, 我还是人吗, 您救了我的命了, 我还砍您的脑袋, 那我也太不是东西了, 您放心, 您这脑袋我说什么也不砍了, 秦琼说你要不砍了, 那好, 不砍咱们两个就是朋友, 不打这儿, 王部长跟秦琼两个人经常上接着溜达, 他们旁边就有一个单清铺, 所谓单清铺就是画店, 那古代年间没有照相馆, 专门有给人画像的, 这单清铺的这位画将呢, 手法很高, 每次王部长都领着秦琼到他那画店里边坐一会儿, 但是王部长暗地的主妇, 你画店的掌柜的了, 小警法这秦的哥们, 你给我画张像, 一定给我画像了, 所以那边单清铺的掌柜就给秦琼画像, 画出来一幅像, 王部长一瞧, 说你还得修改, 哪个地方哪个地方不像, 所以每次领秦琼来, 秦琼都纳闷, 老让我上这画店里边逛到什么呢, 他不知道王部长这里边有说辞, 一幅画画好了, 王部长告诉掌柜的哥们再多画几幅, 秦琼的画像的掌柜的画了好几幅, 说这天王部长跟秦琼就说了, 说我现在身体已经完全复原了, 我得回山西路州天堂县, 秦琼那好吧, 那你走吧, 秦琼给他拿着盘船, 路费, 王部长带着秦琼的几幅画像, 就回转了山西路州天堂县, 到山西路州天堂县, 一见赤法灵官善通善雄信, 善雄信说你把秦琼脑袋拿来了吗, 王部长说不但没拿来, 我们俩成朋友了, 善雄信说这怎么回事, 王部长就把自己整个的经过一说, 说这秦琼秦琼宝真正是好呀的, 善通善雄信一听, 好, 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, 所以就这样, 王部长把秦琼的像送给善雄信一张, 善雄信悬挂中堂, 每天分香, 你说这一种关系, 今天王部长跟秦琼在这见面了, 能不跪下磕头吗, 秦琼敢能把王部长掺起来, 伯导啊, 你怎么在这儿, 王部长说先别问我怎么在这儿, 我问您怎么来了吗, 秦琼就把自己的经过, 从头至尾这么一说, 荡检卖马, 我栽到天堂县了, 王部长说您这个检荡哪儿了, 秦琼说荡到河一荡, 这马卖给谁了, 卖给巴黎二仙中的善元呗, 王部长听说当时一拍桌子, 好, 单雄信, 你不够朋友, 大哥, 你等着, 我找他算账,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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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